作为一名游走在西安大街小巷里的街拍师 田斌的一天总是从下午开始 在他的镜头里没有宏大的场景 只有人们努力工作的瞬间 田斌不仅拍照片 他和团队更会将拍照的过程 以及被拍者的故事制作成短视频 分享到社交平台上 在深夜里细细咀嚼别人的悲欢故事 成为田斌和粉丝们的习惯 我叫阿斌 从事摄影相关的工作13年了 因为我以前经常回家的时候 给农村的一些老人拍照 然后把逢年过节 把照片带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挺开心的 所以由这个得到一个启发 我在做短视频的时候 也想把我给别人送照片这种喜悦 分享给粉丝们 然后就开始从事短视频的工作 在记者采访当天 田斌和助理杨丁辉正计划拍摄一组 街头打工人的作品 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和位置 田斌带着记者在街头走了几个小时 助理杨丁辉称 他们拍摄没有特定的目标 找素材大多靠的是扫街 虽然时常无功而返 但是依然热情不减 看到一个人很认真的工作 或者说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先去给他默默的 先拍一张照片 完了我们身上自带的那种相框啊 打印机我们都有 一个成本大概也就十来块钱也不大 然后我们先去过去先跟他聊 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故事有发光点的话 我们再征询他的同意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专访 然后把这个故事发出来 近两年的时间里 田斌他们拍摄了两百多个形形色色的劳动者 在送出照片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故事 田斌称有不少人收到照片时都会感到惊喜 虽然现在手机拍照很普遍 但他们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工作时的照片 对我感触最深的吧 有好几个最开始的是一个代驾的女司机 她呢白天在幼儿园上班 晚上出来做代驾 然后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我那天晚上在拍摄她的时候 已经凌晨一两点了 当我看见她在沿东下包裹的严严实实的 骑着一个自行车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是挺受震撼的 然后我过去给她拍了照片 送了照片 她非常感谢 而且非常高兴 当天也是元旦嘛 她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礼物 真实的情感更能打动人心 在没有推广的情况下 田斌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了数百万粉丝 这对她而言是一种认可 更是一种责任 田斌告诉记者 拍各行各业人 听悲欢离合式 品人间烟火味 是自己的一大乐视 只要经济和精神允许 她愿意一直拍下去